本期话题 蜂蜜水的正确喝法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对软化血管 抗氧化 甚至对移植 改善治理 还有就是通过这些营养价值比较丰富 我们得提高抵抗力 改善免疫功能 尤其是蜂蜜 对人体的免疫功能改善也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对提高的下降 比如说它有一定程度 通过提高免疫力 那么抗疲劳 还有能够抗拱瘤 那么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所以蜂蜜现在可能大家比较推崇它 所以它保健价值确实比较高 蜂蜜就是营养价值好 但我们最好是能够有效利用它的营养价值 一般蜂蜜如果说我们主张泡水喝 一般泡水喝 一般用温开水 一般水温控制到不要超过60度 一般这种就是营养价值高 它包括很多营养元素 等超过60度 它就遭到破坏了 所以一般的60度以下 一种温的 因为温的有力人体吸收 它的有效成分 如果太凉了 它能够又不行 那凉了 我们为啥都不吸收 能够打到滑肠 会引起滑肠 所以来温开水 温开水就是不超过60度 温温的这样的一个水温 那么达到的就是说 一般的40到60度 这样一个范围 那么应该是用泡蜂草蜜 和泡泡口泡蜂蜜 都是比较好的 时间上一般就是全化开就可以 一般就是说 一般就是活时间的 每天 那么一般这样饭喝 有一点食物 那么就是说 和饭稍有一个错开的时间 对胃不自己刺激 但是本身蜂草蜜和蜂蜜 它对胃的刺激并不大 但是我们不主张空虎 但是也可以早上起来 或被清水下去 再喝它 这样就是说 把其他清理肝源再喝它 那么营养更充分 本身它对胃上刺激不大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营养更充分 那么营养更充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